大家好,我是薄荷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 牛奶营养丰富,但为什么喝了之后会导致拉肚子呢? 有些人对某个牌子的牛奶不适应拉肚子 而其他的就不会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在运动之后喝牛奶拉肚子 或者是喝了凉牛奶会拉肚子 这些都是正常的情况 但经常喝牛奶拉肚子 大致原因有这两种 乳糖不耐受 很多人在喝完牛奶之后拉肚子 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导致的 这些人的身体乳糖酶分泌比较少 不能够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 所以喝牛奶的时候就会出现腹泻 胃肠功能比较薄弱 牛奶中含有一些蛋白质是比较难以消化的 这种蛋白质在进入肠胃之后会让肠胃的负担加重 让身体出现腹泻的情况 所以一些肠胃功能比较薄弱的人就会经常出现拉肚子现象 建议不要经常喝凉牛奶 可以选择不同品牌牛奶 也要注意护理肠胃可以常喝山榨干 又缓解腹泻 美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我们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菜都要洗干净了 才会拿过来烹饪 但是你知道有些菜是不能直接用水洗的 会越洗越脏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菜吧 第一种猪肉 很多人呢会把刚买回来的猪肉直接放在碗里洗 洗几下就可以了 其实呢我们把肉买回来之前 就已经在砧板上放了很久了 那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很脏了 只是呢我们看不见而已 而且呀猪肉本身就很油 如果只是用清水洗的话 那猪肉上的油脂会漂浮在上面 然后粘在肉上就没有办法洗干净 所以正确的洗肉方法应该是呢用桃米水 那在桃米水里泡个五分钟左右 然后再洗 这样啊就可以去除肉上的脏东西了 第二种鱼 一般我们去菜市场上买的都是鲜活的鱼 拿回家之后用水洗了好几遍 其实呢都是去不掉鱼身上的腥味的 那么正确的清洗方法呢 应该是把鱼放在冷水中浸泡 然后再放入两勺醋 等呢泡一个小时之后 然后再清洗 这样比较容易洗干净 第三种就是肥肠 我们都知道肥肠呢有很大的肉腥味 特别呢是猪大肠 那这种味道很多人都很反感 如果只是用清水洗一下的话 很难去掉腥味 那正确的可以啊先用水冲 然后呢沥干之后再用面粉擦拭 然后再冲一下水 这样就能够把猪大肠洗干净了 吃起来也就没有腥味了 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我们是不是经常看见身边的中老年人 很少有吃肉的 那一问为什么 都说呀吃肉吃多了容易三高 其实啊这些担心呢都是多余的 相反的 如果啊是陨食不均衡 这样呢反而会加速身体衰老 所以呀中老年人是可以吃肉的 但是要注意吃法 那有的人担心肉吃多了 会引起体内胆固醇升高 其实呢并不会 因为我们人体内的胆固醇 有70%到80%是由肝脏合成的 只有呢一小部分是来自饮食上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 饮食中的胆固醇对人体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要注意的是 吃肉的时候尽量呢吃瘦肉 少吃肥肉 那么吃肉的时候 可以呢与豆类一起搭配吃 这样可以防止动脉硬化 比如呢用肉炒黄豆 或者呀是用肉和腐竹一起炖 还有呢要记住一句话就是 吃醋不如吃禽 吃禽不如吃鱼 所以鱼肉是很适合老年人吃的 可以呢防止老年痴呆 还有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吃肉的话 要少吃红肉 尽量呢吃白肉 那俗话说的好 药补不如食补 所以呀老年人只要记住这些 就不必担心体内胆固醇升高了 只要平时营养均衡 才能有好的身体 在我们身上有四根 鼻为苗翘之根 乳为踪气之根 耳为神机之根 脚为精气之根 我们身体的好坏呢都跟它有关 那只要养好这四根 就能够呢帮助我们延年益寿 滋养全身 那先来说一说 鼻为苗翘之根 只要呢护好鼻子 就相当于护好五脏了 那怎么养护鼻子呢 可以啊多吃一些滋阴润燥 宣通废弃的食物 比如鳄椒 百合 银耳等 还可以啊做抹鼻的动作 就是呢 沿鼻子上下搓擦五十次 每天啊做一次就行了 再来说一说 乳为踪气之根 因为乳房呢 是距离心肺最近的 只要啊养护好乳房 就可以呢保护心肺 也是啊有两个方法 那第一个就是少说话 话说多了会伤肺气和心气的 可以啊多喝温水 每天呢喝一到两升 能够养肺润肺 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用腹式呼吸法 然后呢 是耳为神机之根 耳朵上有全身脏腑的反射点 所以养护好耳朵 就是养全身 那么可以每天啊 抽出一点时间来 给耳朵呢做一做按摩 这样呢可以强健神机 增强生命力 最后呢就是脚为精气之根 想要养好精气 还是啊要先养肾 而肾的经络分布在脚底 所以呢脚就是精气的凝聚点 所以养肾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 比如呢黑芝麻 黑豆 还有黑米之类的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泡脚了 之后你的身边 是不是总有这样的情况 明明呢都是同龄人 但是为什么看外貌 你却比别人老呢 其实呢想保持年轻 是离不开三个好习惯的 第一个不熬夜 经常熬夜就等于毁容 因为熬夜呢会影响内分泌 那么就会在脸上有所表现 像黑眼圈 眼带 毛孔大 细纹等 而且长期熬夜还容易发烫 心血管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要保持每天晚上 11点之前睡觉 只有睡好了 才能够有好的气色 第二个做好防晒 尤其呢是夏天 一定要做好防晒 因为紫外线 不仅会晒黑皮肤 还能够加速皮肤细胞衰老 从而产生细纹 所以出门前做好防晒工作 这样才不会加快我们皮肤衰老 第三个经常做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加快血液循环 把身体里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抗衰老 那最好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比如慢跑游泳鱼渣等 一定要长期坚持 每天运动半小时左右就行 那不管做什么事 贵在坚持 只要能够长期坚持 养成良好的习惯 就可以呢 让你比同龄人看起来更 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身边呢 有很多比较年华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啊 都属于多糖类 对人体有很大的益处 可以清理肠道 抗衰老 还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有哪些食物吧 第一种 木耳 木耳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食物 它含有的蛋白质比较多 所以啊 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而且啊 木耳还含有胶脂 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而且还能够润肠通便 非常呢 适合中老年人吃 第二种 香菇 香菇可是菇中的黄厚 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 所以能够健脾开胃 对便秘啊 有一定的作用 那除此之外呢 香菇还含有香菇多糖 可以抗病毒 抗肿瘤 调节身体免疫力 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 第三种 秋葵 秋葵可是一种高档营养保健蔬菜 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秋葵 脆嫩多汁 润滑不腻 还有丰富的粘性糖蛋白 维生素 和可溶性膳食纤维 经常吃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保护胃粘膜 还能起到降脂通便的作用 但是建议大家 切秋葵的时候 最好呢 不要切片 要保持秋葵的完整 这样才能保留秋葵中的营养物质 尤其呢 是里面的粘液 有几点要提醒大家 像这些比较粘滑的食物 最好呢 是用凉拌 清蒸 水煮的方法 最好不要用 煎 炸 烤的方式 还有就是 这类食物 不要用水过度的清洗 要不然会去掉食物里的粘液的 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人都会忽略牙齿的健康 如果出现问题 也都草草了事 那其实呢 不要小看口腔问题 如果刷牙不彻底的话 很容易导致牙菌斑 牙周炎 那这些啊 其实呢 都和癌症有关联 下面呢 就给大家介绍四个 正确刷牙的方法 第一个 刷牙的时候 姿势要标准 就是呢 用横刷的方法 牙刷 要与牙齿 乘45度角 然后每个位置 都用刷6到8遍 刷的时候 不要移动太大 保持几毫米就行 第二个 要控制刷牙的力度 很多人刷牙时 都很用力 所以啊 就容易导致牙齦出血 其实呢 刷牙时 用轻压的方法就行 让牙刷的刷毛 顶端一部分 进入牙齦沟 一部分在沟外 那么刷就行 第三个 要有正确的刷牙时间 和次数 正常我们都是 早晚刷一次牙 早上刷完牙后 最好呢 喝一杯温水 晚上刷牙 最好啊 是在吃完晚饭 半个小时之后 而且刷完牙之后 就不要吃东西了 如果方便的话 最好呢 中午吃完饭 也刷一次 第四个 要保证刷牙的时间 每次刷牙的时候 最好呢 不要少于两分钟 如果是手动 最好啊 不要少于三分钟 养好我们的牙齿 才能呢 让你想吃啥吃啥 记住这几个 护牙小方法 还你一口好牙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 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 在下面留言哦